爱成 真的很不够意思 这么早就先去天家那边想佛 爱成 真的很不够意思 这么早就先去天家那边想佛 这几天 爱成那个逗趣 可爱的表情 常常在我的眼影中出现 就让我想起这十几年来 我们大街小巷巡回步道 到处做公益 无论多远多累 他从来就告诉我一鸣哥 没有问题我可以 我一定全力以赴 Amen 我相信 爱成的付出跟努力 大家都看见了 爱成一直希望自己能多赚点钱 买间房子给王瞳住 让王瞳可以不用拍戏拍得这么辛苦 爱成说他自己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就是娶到王瞳 而王瞳说 从来没有要爱成赚大钱 只要爱成陪他聊聊心事 一起逛街 一起浇花 这样他就会觉得很幸福 并且王瞳请爱成不要有压力 因为王瞳当时说 我的房子和财产都是属于你的 最后 王瞳说 愿意和爱成一起用心地经营婚姻 爱成并没有因经济压力 或是婚姻问题 而有忧郁症 爱成的二姐夫 在马来西亚 帮他接了一些代言 这些代言费不少 爱成 王瞳彼此是深深相爱 他们九月即将要回到马来西亚 办场风光的婚礼 机票都已经安排好了 他不是忧郁症亲身 他肉体虽然毁坏 但灵魂已经得救 我们也会把彤彤照顾好 晨晨 我们将来天家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